溫固起司 在下列的等壁天平中 左边的托盘上放两个铁球及一个杯子 右边的托盘上放五个杯子 试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小题 若一个铁球的重量为X公克 一个杯子的重量为100公克 则左边的重量共几公克 右边的重量共几公克 我们先看到左边的托盘上面 它有一个杯子及两颗铁球 所以它的重量可以被计为 杯子的100公克 加上两颗铁球 一个为X 那么两颗就2X 好那么左边的就100加2X公克 那么右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总共有五个杯子 每个杯子都是100公克 所以它就500公克 第二小题 依照天平显示的情形 列出X的不等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天平它是比较向左倾的 也就是说 左边的托盘是相对重的 重的意思就代表说 它的重量是大于右边的重量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100加2X 会大于500 接着第三小题 两边各拿走一个杯子后 哪一边会比较重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我拿走的杯子 是相同的重量 所以还是左边的会比较重